99次脱离书中世界失败后 我决定加速剧情 当众羞辱女主不说 还喊来男主旁观 男主欲拯救女主 指着我大骂贱人 结果却被女主赤红着眼呵斥 滚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女主楚楚可怜地祈求我 别丢下我 我会很乖的 再一次脱离书中世界失败了 我被女主强烈地执念赚回 她已经坐在床边守着我冰冷的尸体 不吃不喝整整三天了 痛苦地抱着头 双眼心红 整个人颓废不已 发现我醒来时 她颤抖地伸出双手 却不敢抱我 薄唇吸动 几乎是以卑微的语气道 哥哥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我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看到她这般偏执脆弱的模样 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叹了口气道 我饿了 你去给我下碗西红柿鸡蛋面吧 好 陆圆圆音声站起 出门前不安地看了我的一眼 似乎是在确认我还会不会在 等她离开后 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 宿主 你还是心太软 想要离开这里就得女主彻底厌情 你应该学学圆主 我回想起圆主对待陆圆圆的方式 撕了一声 吃一道 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呀 系统恨铁不成钢 你现在心疼女主 可男主出现以后呢 她注定会爱上男主 剧情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强大 我低谋思寸 自觉系统的话很有道理 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 陆圆圆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献保湿地捧到了我面前 她的下巴枕在手臂上 隔着一层薄薄的热气 一顺不顺地盯着我看 仿佛是害怕自己一挪开眼 我就会消失一半 在她期待忐忑的目光中 我缩了一口面 竖起了大拇指 好吃 文言 陆圆圆低头腼腆地笑了 浓眉眼角都染着笑影 她清澈的黑眸里 似乎荡漾着清浅的波纹 干净而透亮 满心满眼都是我 望着这般容易满足的她 我心绪复杂 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穿书了 穿成了常年虐待女主的恶毒男配 按照原书剧情 女主会在碰到男主后得到救赎 并在男主的陪伴下成长为一方大王 她强大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报复原主 我怕急了 疯狂弥补女主 竭尽全力对她好 希望她能在将来念及一丝旧情放过我 我原本以为自己要困在书里一辈子 但系统突然告诉我 她找到了让我回家的办法 每次只差临门一脚 都以失败告终 源于女主那对我强大的执念 这个世界都围绕她和男主运转 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实世界里 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等着我 我是一定要回去的 我合了合谋 在心底默默地对陆媛媛说了声对不起 为了让计划更好的实施 我这一次特地喊上了圆主的狐朋好友 聚会地点在上流人士最爱去的 肖金哭嚎绝酒吧 陆肖看到我身后跟着的陆媛媛 一张隐满笑意的脸沉了下来 你怎么把她给带来了 真是会气 换做以前 我一定会出言维护女主 今天我却是学着圆主的语气 指着下河 漫不经心道 当然是把她当玩物戏弄 逗我们开心啊 陆媛媛煞时睁大了双眼 满是错愕地望向我 陆肖却是大喜 阿恒 你终于想通了 像她这种低贱的人 怎么配合我们站在一起 此话一出 屋内的十几个人历时放肆地嘲笑起来 包括我 陆媛媛无措地站在原地 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一般 浑身都散发出孤苦的气息 我则是在众人的簇拥下坐到了主位 身子往后仰靠在沙发上 浓眉微挑 丢了张银行卡到茶几上 梁伯开口 陆媛媛 你外婆病重 上次不还问我借钱来着吗 只要你肯当着大家的面脱衣服 脱一件 我给你十万 话落 众人开始鼓掌起哄 脱 脱 脱 他们的身体里藏着恶劣的因子 喜欢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一次 我克制住心软 完完全全变回了那个令女主恐惧厌恶的风批 支着额头瞅着她 眼中全是细血 陆媛媛盯了我半赏 见我没有任何反悔的征兆 只见颤抖地摸上她衬衫的第一个扣子 看样子 是真的准备脱了 闯进来的男主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文言一把扔掉手中端着的果盘 冲过去抓住陆媛媛的手 坚定地挡在她面前 横我一眼 不横 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看到她的那一瞬 我长长地虚了口气 就是因为知道男主在这里兼职 我才特意选中这里 尽我所能 将对陆媛媛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现在先保存 正欲开口嘲讽男主的不自量力时 原本安静不言的陆媛媛突然爆发 她赤红着眼 怒吼 滚了 男主错愕无比 嫩嫩地叫她的名字 媛媛 紧接着 女主像是疯了一般 然后冲过来抱住我 双手犹如铁钳一般 勒得我差点喘不过气来 她的头埋进我的怀里 脸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 低声哀求 哥哥 别丢下我别再丢下我 我一定会很乖的 我浑身一震 她紧紧地抱着我 那一瞬间 我心中震荡 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刻意压制 却依旧粗重的呼吸声 最重要的是 她在颤抖 浑身都在震颤 伴随着她嘶哑的哀鸣 整个人犹如掉入了悲伤的漩涡中 无法自拔 我的内心又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关键时刻 系统在我脑海里疯狂呐喊 宿主 这都是女主使出来的苦肉计 苦肉计啊 你千万不能再功亏一篑了 记得你是要回家的人 恰巧这时 男主谢迎东看不惯 陆圆圆这等摇尾起怜之态 咬了咬牙 过来拉她 你有点鼓起好不好 为了男人要死要活 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我合了合谋 强迫自己压下那点悲悯 将原主的恶毒学了石成石 一点点掰开陆圆圆的手 腹身在她耳边轻语 你要是再敢不知死活地缠着我 我就对你外婆不客气了 刹那间 束缚在我身上的力道松懈下去 同时 我内心的某一处角落也坍塌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陆圆圆 眼底的神采彻底熄灭 沦为挥败 她可以为了我尊严不要 死生不顾 唯独不能不管外婆 那是她唯一的软肋 陆圆圆出生在顾家 从小随外婆长大 原主顽劣不堪 欺负陆圆圆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经常打骂她 而外婆时常感念顾家的恩情 陆圆圆不想让外婆担心 生生咽下了这些苦主 或许我的到来于陆圆圆而言 就是重重迷雾中唯一的指路云灯 所以 她拼命抓紧了我这棵救命稻草 不肯放手 系统致力于打击消灭 我有对女主产生任何同理心的可能 她说 你别忘了 未来她还有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 宿主 你终究是局外人 如果你把心丢在了这里 将来女主抗拒不了剧情的力量和男主相爱 届时你如何自处 现实世界的你还是昏迷不醒的植物人 你是独生子 你让你的父母怎么办 这是抨击灵魂的质问 一瞬间 我的心软全部泯灭 我慢悠悠起身 轻烈地扫了一眼路圆圆 恶毒难配的气质拿捏到位 从前对你的好都是我装出来的 就是爱看你被诛心的模样 怎么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了我了吧 我低头捏住她的下颌 极尽嘲讽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那你可真见啊 话落 我招呼陆霄等人 一起浩浩荡荡离开了豪绝酒吧 出门前 我们这一行人中 还夹杂着肆意的嘲笑声 阿恒 我们还真以为 你喜欢上了那个女佣了呢 要论完还是你最厉害 门盒上的那一刻 我仰起的嘴角搭了下来 无数疲惫 普天盖天地朝我涌来 露霄问我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玩 我兴致缺缺的摇头 有点事 先走了 啊这 露霄等人都觉得很扫兴 劝我留下来 可我终究不是原主 不喜欢和这群乱七八糟的人 待在一起 坐上车后 我吩咐司机 去医院 担任病房里 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 念向医院的花园 那里摆了一张摇摇椅 外婆正躺在摇摇椅上小气 她的手边放着一把菩萨 苍老的嘴角含着微笑 面容慈祥 我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想拿起菩萨为她扇风 她却醒了 笑迷你地换我的名字 阿恒来了 这一句亲切的称呼 差点让我滚下泪来 我曾经也有外婆的 但她去了很遥远的国度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强忍住泪意 走过去蹲下 头枕在她的膝盖上 外婆便轻轻地摸着我的头 温和慈爱 阿恒 圆圆是个好孩子 外婆走后 能拜托你帮我多照顾她吗 恐怕不能啊 我抬眸 握住外婆的手 正重道 你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最真实的人 外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你要看着陆圆圆出人头地 嫁人生子呢 外婆哑然 我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听不得这种生理死别的话 恰好司机缴飞回来了 我提出告辞 不想出门时撞见了陆圆圆 这次她的身边还跟着男主 命运果然还是按照既定的轨迹 让他们相遇了吗 我心中纵有失落 但更多的是欢喜 陆圆圆在看到我的那一秒 黑毛闪了下 我立即掐断她的胡思乱想 说好了托一件给十万 你在酒吧里托了两件 这里有二十万 从此以后我们就迎货两弃了 说吧 我随手一丢 银行卡在半空中 划出一道圆弧 锋利的边缘在陆圆圆的脸上 割出一道细小的伤痕 她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任由银行卡落在地上 谢盈东对我的此种行为 非常气愤 冲我的背影咆哮 喂 我们虽然是穷人 但也不是你可以随便作茧的 我没有理她 静止回了家 我疲倦地倒进大床里 询问系统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现在还不到时候 系统说 我翻了个身 将脸埋入散发着 阳光气味的枕头里 统择了一声道 记忆可以抹去 但情感无法磨灭 这似乎注定是一盘死局 明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可我还是不得不坚定地走下去 陆圆圆天亮的时候才回来 鄙视我坐在沙发上拼乐高 陆圆圆走到我面前轻声道 我带谢盈东去医院 是因为她家是开中医馆的 或许对外婆的病有帮助 我不语 周遭安静地可怕 陆圆圆低垂着头 半赏才道 没其他的意思 我烦躁地扔下手中的积木 奇怪地瞥了她一眼 你和我说这些大麻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陆圆圆骤然攥紧了拳头 拧了敏唇 起身走向厨房 我去点你做早餐 这次我没有阻止 她的厨艺一绝 我来这里的几年 嘴巴已经被她养掉了 外面那些早餐店 都无法满足我的胃 陆圆圆全默地看我吃完早餐 见我没说出什么嫌弃的话 她一颗破碎的心被黏合了不少 总算是露出一抹喜悦的笑 我倒情愿自己是你养了一条狗 我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 甘心自见到这个份上呢 如果我能变成糖果的话 至少你不会抛笑我不管了 我听到了她的自言自语 身形亮强了下 然后仓皇逃离此地 糖果是陆圆圆抱回来的一条流浪狗 当时我刚穿过来 她和圆主的关系还是同水火 陆圆圆穿着雨衣 站在暴风雨中 雨水顺着她的发丝流过面颊 滴落在地 小狗可怜兮兮地从她怀里 探出一颗圆溜溜的脑袋 可怜地嗷呜叫着 蜜人一狗狼狈至极 我可以养她吗 这是她对我提出的第一个请求 恰巧那时我苦于陆圆圆 对我防备太深 打算将这个作为突破狗 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和她的关系果然拉近了不少 我们给小狗取名为糖果 意在甜甜蜜蜜 给糖果洗澡时 我歪头朝陆圆圆甜甜地笑 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都像蜜糖一样甜 整整三年 我看着糖果从小不点 长成了一大团 那个暑假 我们约好了一起出去遛狗 糖果在草坪上自意奔跑 却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被车撞倒 血流成河 永远留在了那个夏天 那个日暮 她临死前还执着地 望着我所在的方向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似乎在疑惑 主人怎么还不来找她呢 我被震慑在原地 难以动态 直到陆圆圆过来找我 我才发现自己浑身抖如筛康 我茫然地抬起头 只是不远的糖果 把糖果埋在了院里 一出门就能看到的位置 那是传来书中世界 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近在咫尺 让我胆战心惊 我以前把这里的一切 都当作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我对这里没有归属感 只有糖果是我一点一点 亲手养大的 是真切属于我的 现在 她不在了 陆圆圆看出了我身藏的悲伤 她坚定地承诺我 阿恒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如果有一天我要将你抛弃呢 除非我死 一字一句言由在耳 如今却要应试了 以往陆圆圆都是和我一起上学的 这次她习惯性的还是要坐上副驾 却被我伸手制止 自个儿走路去吧 陆圆圆有一瞬的讶异 乖巧递下了车 等她抵达时 已经上课半小时了 她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教室门口 喊 报告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最会看人下菜碟 见我这次没有和陆圆圆同行 就知道我厌弃了她 冷声道 去外面站着听 陆圆圆低眉顺眼 出去罚站 下课后 一群人将她围住 对她冷嘲热讽 陆圆圆 你以前不是挺横的吗 没有了顾恒的庇护 谁会高看你一眼 他们说尽了难听的话 陆圆圆始终默然置之 身子像纸一样单薄 却依旧亭予立 那些人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 开始动手动脚 推嗓间 陆圆圆挂在脖子上的平安浮调了 那是外婆辛辛苦苦给她求来的 她弯腰俱俭 被人一脚踩住手背上 疼得脸色发白 住手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的那一幕 系统在我脑海里说 你看 这就是剧情的力量 男主总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 成为女主的拯救神 次数多了 她迟早会爱上男主的 是啊 她迟早会爱上谢迎宫的 等她爱上谢迎东 咽起我时 我就可以回家了 中午 我和兄弟打完饭 随意找了张桌子坐下 她问出心中的疑惑 你怎么突然就和陆圆圆闹掰了呢 没什么 看她不顺眼而已 我低眸 一声不吭地伴着饭 食堂的饭菜明明很香 我吃起来却索然无味 胃同嚼辣 兄弟无奈地叹了声 你呀 果然是被陆圆圆宠坏了 她知道 我的一日三餐都是陆圆圆亲手包办的 兄弟意味深长地瞅了我一眼 你真的想好了吗 习惯是一个很难剥离的东西 那就用刀剥干净 总能戒掉的 兄弟末地噤声 陆圆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手里抱着个饭盒 毕生轻力的性眼中泛着星红 眼里闪烁着泪光 满脸的悲戏 她将饭盒放在桌上 然后又迅速退开 这是我给你带的午饭 刚才拿去微波炉里热了一下 话落 她逃也是地跑开 背影萧瑟 满是孤寂 兄弟瞅了瞅她 又瞅了瞅我 悲叹 嗨 史上最惨舔狗了 我猴头一梗 酸涩泛滥开来 饭后 陆圆圆在垃圾桶里发现了 她给我准备的午餐 她朝我扯出一抹悲凉的笑来 我面色冷漠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无意义的事了 我不需要 她脸色阴沉地垂下头 垂在身侧的手握紧成拳 我以为她终于忍受不了 要和我决裂了 结果她只是强撑地扯出一抹笑 问我 是不是今天的饭菜不合你口味啊 我明天改进 我的呼吸猛然停滞 深吸一口气后 我厌恶地开口 陆圆圆 你不懂人话吗 你这样做很掉价 你不要总像的狗皮膏药一样 粘在我身上 好不好 结果她只是无所谓地笑 我知道啊 她满不在乎的模样 让我心中一睹 骂人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 可是我离不开你啊 阿恒 失去你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 我的人生将毫无意义 离不开 怎么会离不开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是谁的唯一 陆圆圆依旧我心我素 真应了她那句话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我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计划一再受到阻碍 我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 转折发生在我生日那天 他们在豪爵酒吧为我庆生 这段时间以来 我心中藏了太多苦 我想借此发泄 一个不注意 居然喝醉了 我栽倒在沙发上 视线模糊 看着头顶的灯光 感到一片眩晕 就在这时 我听到外面传来陆圆圆凄厉的叫声 我心头一领 急忙冲了出去 走廊的角落里 一道庞大的黑影妇照 在一道柔弱的身影上 我听见陆萧邪恶的笑 陆圆圆 我缠你好久了 之前你被顾恒护着我动不了你 现在好了 顾恒厌弃你了 现在你就是我的了 她的语气里染着变态的占有欲 话落 陆萧极不可耐地压下身 想要将她就地正法 我脑子一蒙 什么顾不得 冲上去 拎起陆萧的衣领 狠狠一拳坐在她脸上 顿时 她鼻血乱飙 陆萧亮相几步 抹了一把鼻子 全是血 顿时怒不可遏 活腻了 居然敢打我 那时候 我像一头失控的野兽 脖子处青筋抱起 眼底是血 谁让你动圆圆的 陆萧捂着受伤的鼻子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顾恒 为了一个女人 你要和我干吗 她就是一个玩物而已 人渣 禽兽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 我抓住陆萧好一顿暴揍 一拳一脚都用足了力气 恨不得将陆萧打死 最后是陆圆圆冲上了 抱住我的腰 她低声哀求 阿恒 不要 你会坐牢的 因着这件事 我和陆圆圆关系缓和了好一段时间 系统一再催促我 快点 你没时间了 我抵挡不住剧情的力量 当时间线进入正轨 女主势必会爱上男主 而作为干扰了正常剧情的我 如同一类 上次陆萧的事 就是天道对我发出的警告 她让我好好地走剧情 不再是因为我需要回家 而扮演恶毒男配 系统说 高中毕业 就是所有剧情点的开始 再单的下去 你会死的 到时候再往这具躯体里 注入一个新的恶毒男配的灵魂 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 陆圆圆为我忙上忙下 不亦乐乎 到底怎样的结局 才配得上她这一路的颠沛琉璃 我想成为温满她的那把火 最终却变成杀死她的那把刀 陆圆圆 我叫她的名字 她便放下手中的活计 停下来安静地等我发出指令 你能帮我去校门口 买一份炒米粉吗 我想吃了 这是我单方面虐待她以来 第一次对她提出要求 陆圆圆喜不自胜 放下手中的东西出发了 我翻身下床 走到窗户边 看到她骑自行车的身影 都带着一份潇洒 我往窗玻璃上哈了口气 手指一动 在上面写下了对不起三个笨 这是一个关键的剧情节点 外婆要去世了 她一死 陆圆圆所有的精神支柱 都会随之坦达 让她见不到外婆最后一面 是唯一让她恨我的办法 系统凯探 宿主 你终于成长了 可当我踏入外婆的病房 望见她慈祥的面容时 我又反悔了 我怎么可以这么恶毒呢 我甚至见不到亲人 最后一面是奶班头 为了回家 我真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当年我就没有见到外婆最后一面 哪怕冒着死亡的风险 我也不应该如此残忍 陆圆圆刚出发不久 现在打电话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可是为什么打不通呢 陆圆圆永远不会让自己漏接我的电话 我眼皮不停地跳动 内心也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无奈之下 我向系统求助 她重复问我 你确定吗 破坏了这次关键剧情节点 你会错失一次回家的机会 还可能会死 冰冷机械的声音 在我脑海里 我音一样立体循环播放 我捂着耳朵崩溃大胆 告诉我她在哪 病房里只有我声嘶力竭的哭喊 砰 医生护士们被吸引过来 顾先生 你没事吧 系统终于肯告诉我陆圆圆的下落 我在他人关切的目光中冷静起身 我没事 陆圆圆此刻正在遭受陆霄的报复 我报了解 吩咐司机迅速赶往校门口 我紧张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高考结束了 高中毕业了 天道要将剧情搬回正轨 她知道我会临时反悔 就故意安排了陆霄这一茬事吗 是不是我做任何努力 都无法与她抗衡 巨大的悲哀铺天盖地袭来 将我狠狠击溃 车上挂着的平安符摇摇晃晃 似乎也在诉说我的无能 平时去学校二十几分钟的路程 这次只用了十分钟就到了 我着急的下车 只看到陆霄等人被警察带走 她憎恨的朝我呲牙咧嘴 大骂 顾恒 你这个贱人 我冷漠的扫了她一眼 转身走入偏僻的巷子里 血泊中躺着一个人 女孩几次试图站起来 都失败了 她整张脸都染满了血色 看到我拾却阳唇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又艰难地抬起手 让我看到了被她保护完好的炒米粉 陆圆圆 我抓住她手的那刻 她一头栽进我的怀里 弥谙 圆圆 我没有食言哦 她如同浸润在鲜血中一般 纹身烟红 我想要抱她都无从下手 陆圆圆被送入急救室抢救 外婆的情况也十分危急 望着手术室外亮起的红灯 我痛苦地锤打着自己的头 无助黄吉深深将我笼罩 谢盈东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 他看了眼手术室的方向 双眸泛红 顾衡 你看你都干了什么 你明明知道外婆快死了 你明明知道陆霄可能会报复陆圆圆 你还要让他帮你去买炒米饭 这是人都能干出来的事吗 此时此刻质问我的谢盈东 一点都不像书中人 反而带着上帝视角 系统早就告诉过我 谢盈东可能也被穿了 都是穿书 可为什么我没有穿成男主呢 他拎起我的衣领 把我拽到地上做事要打我 我使劲推开他 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 因为我要回家 我不走剧情会被抹杀 我有错吗 我只是想要回家而已 那你也不该如此恶毒 如此自私自利 我无力地张了张唇 难以辩驳 是啊 我恶毒 我自私自利 违达目的 不择手段 尽管我已经竭力去挽救这个错误 可陆圆圆终究还是见不到外婆最后一面了 他被推出来的时候 外婆身上隔着白布 也被推了出来 两人擦床而过 从此死生不复相见 恶毒的我该拿什么来赎罪 我和谢盈东一同守在陆圆圆的病房里 等待她的苏醒 温絮的阳光透过那扇单薄的玻璃窗射进来 在地上形成几束明亮的光线 阳尘在光线中跳跃着 轻盈地跳跃着 明明该是很温暖的天气 我却浑身冰冷 冷彻骨髓 陆圆浓密地眼睫扇了扇 随即缓缓睁开眼 我欣喜地叫了一声 圆圆 他却没有像以往那般 温柔地伸手触摸我的额头 而是罕见地露出了厌恶的目光 他一字一句 锋利如刃 顾恒 你这个杀人犯 我正主 我没有三个字等在喉咙的位置 说不出来 好了 顾恒 如你所愿了 陆圆圆恨你了 谢盈东脸上带着得意 指着门口的方向 道 你滚吧 像你这么肮脏的人 不配和我们待在一起 我们是站在阳光下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病房的 天旋地转 头晕目眩 我扶着墙壁痛苦的肝傲 系统安慰我 宿主 开心点 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是该开心的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我努力地牵起嘴角 想笑 可每动一下 心脏的位置就被扯得更痛 我顺着墙壁缓缓滑坐在地 打开了早已冷掉的炒米粉 机械地吃完 还是陆圆圆买的东西最好吃啊 圆主的父母听说了这件事 从国外回来 无论陆家怎么求情 两家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 陆霄被判刑了 圆主的父母要将我带去国外 系统告诉我 可以走了 我坚持每天来医院探望陆圆圆 他看我的眼神里全是冰冷的厌恶 每每这时 我都痛不欲生 系统劝慰我 做任务时不能对NPC动感情 宿主 已犯了大吉 不过这一次 就当是买个教育了 要离开的前一天 我照常来了医院 拉开合拢的窗帘 让温暖的阳光倾泻进来 洒满整个屋子 和我冷战将近一周的陆圆圆 难得开口 什么时候走 我傻了好一阵 才迟钝地说出了一个日期 明天 嗯 我就不来送你了 陆圆圆翻了个身 背对着我 躲进了被窝里 她的声音很闷 我愣在床边看着她的背影 默默看了很久 在心底默默对她说了一句 对不起 永别了 第二天 我提着行李去了机场 坐上飞机的那刻 我一颗心都空空荡荡的 好似缺了一块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了一阵 突然遭遇强劲气流 剧烈地颠簸起来 耳边是嘈杂的喧嚣 夹杂着乘客们惊恐的尖叫声 以及广播里重复播放安抚乘客的说辞 系统说 宿主 该走了 我嗡了一声 随即闭眼 彻底脱离了这具身体 让园主死于空难 是最好的结局 我不想再多出一个故横去伤害陆圆圆 宿主 恭喜回家 系统说完这句话后 就消失了 这具身体沉睡太久太久了 许多机能都激进于报废 我有意识时 浑身虚软无力 适应了好久 才缓缓地睁开眼了眼睛 床边站着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女人 本该年轻貌美的她此刻像是老了十岁一般 疲惫加深 她的手里拿着湿毛巾 再给我擦拭身体 我眨了眨眼 花了点时间聚焦视线 看清了这人的样貌 有气无力地叫她 妈妈 女人转过身去凝毛巾 突然听到我的声音 仓皇转身间 带翻了水盆 热水洒了她一身 然而她毫不在意 所有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看到我醒来了 惊喜地捂住唇 瞬间泪流满面 一边冲出门一边大吼 医生 医生 我儿子醒了 我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进行康复观察 爸爸妈妈每天都会来看我 我沉睡的这些年 他们变了很多 爸爸苍白地病角 妈妈憔悴的神色 每一样都足以让我心痛 妈妈推着我到花园里散步 将这几年发生的事 事无巨细地说给我听 忽然间 我们的视线被一簇又一簇 热烈绽放的蔷薇花蜥蜴 我们驻族看了好久 一只白色的小奶狗 在草坪上自由地奔跑 追逐着蝴蝶 它好像糖果呀 听别人说 那是附近的流浪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酸涩了 指着那条小奶狗询问 妈妈 我可以养它吗 妈妈爽快答应 好 它将小奶狗捉来放入我的怀里 小奶狗嗅了嗅我身上的味道 确定我不会对它造成伤害后 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安然睡去 我的视线一下子就模糊了 小奶狗的身影 逐渐和当年的糖果重叠在一起 一时间 我差点分不清虚实 耳边传来妈妈担忧的声音 阿恒 你怎么哭了 刹那间 我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 抱住小奶狗气不成声 它仿佛是感知到了我的悲伤一般 笨拙地舔噬着我的手背 熬屋叫着 似乎是在安慰我 朦胧中 我似乎看到了陆圆圆 我问她 陆圆圆身形消瘦 卷着被子随意地坐在床上 双眼空乏地望着天花板 谢迎东叙叙叨叨和她说着话 她冲耳未闻 心神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圆圆 田志愿使我们报同一所大学吧 今日上午 一辆载有72人的客机 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飞机航班好围 谢迎东和电视机的声音同时响起 陆圆圆猛地抬头望向电视机 镜头已经切换到了其他画面 但是她的脑海里只反复盘旋着一句话 全部遇难 全部遇难 那她的阿恒呢 回家了吗 陆圆圆不确定 原本平静死寂的心脏突然抽痛起来 从一开始轻微地撕扯 到最后全面蔓延的疼痛 痛得她蜷缩起身子 她倒在床上 像一只丧偶的野兽一般 发出惨痛的哀鸣 谢迎东骇然大惊 圆圆 陆圆圆 可是陆圆圆像是聋了一般 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 她只知道 这一次无论是人间还是地狱 她再也见不到她的阿恒了 她永永远远失去她了 那一抹 属于她的光 倒在泄露的煤气中时 强烈的窒息感让她呼吸急促 脸色胀红 她却抓着外婆留给她的平安符 抱着顾衡的照片 释然地笑了 这个世界上 她已经没有在意的东西了 与其行尸走肉地活着 还不如化作天地间自由的风 自由的云 去追逐她想见的人 顾衡真残忍 离开了那么久 一次都不肯出现在她梦中 是不是她前段时间凶她了 她还在生气呢 既然如此 就换她去找她吧 陆圆圆想 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在那一刻 灵魂似乎脱离了肉身 变得越来越轻盈 飘到了天空中 去哪呢 去哪找她的阿恒呢 在水里 我在流淌中撕裂你 在火里 我在燃烧中惦记你 变成鲑鱼 变成木炭 余生都是你 她迷茫地漂浮时 一道光破开云层 洋洋洒洒落下 她听见顾衡的泥南响起 陆圆 我回家了 你还有家吗 顾衡的脑海里 最后响起系统的声音 宿主 我把女主给你带回来了 全文完结